几天前,本就弥漫着紧张气氛的中东传来一声巨响。 两艘游轮在距离伊朗港口50公里的阿曼湾疑似因遭遇水下攻击而发生爆炸。 一艘游轮几乎被炸沉,失去了航行动力。 另一艘还在海上漂流,虽然船员已经尽数撤离。 但是大火仍未熄灭,浓烟直冲云霄。 在这种高度敏感的时刻,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 不禁让人疑斗丛生,与此同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正在对德黑兰进行访问。 为缓和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中间人, 安倍刚于12日指出, 他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坦率地讨论了如何缓解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后脚自家的邮轮就恰好遇袭了,对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义正言辞地对媒体表示, 在波斯湾附近活跃的伊朗代理势力没有策划如此复杂行动的能力。 伊朗应该直接对此事负责, 这不仅是德黑兰对美国极限施压政策的挑衅, 更是对日本的侮辱,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五角大楼还公布了一段视频, 声称这是伊朗军方在受席的邮轮上, 偷偷取下未爆炸水雷, 从而洗刷自身嫌疑的证据。 然而在这段一分39秒的黑白视频中, 虽然显示了一艘快艇接近了其中一艘邮轮, 但其闲侧字体和旗帜均无法辨识。 而且这段视频还是由不同时段, 不同投影笔以及不同距离的视频剪切而成。 众所周知的是, 在贼喊抓贼这件事上, 美国真没少干, 从伊拉克的洗衣粉事件到库尔德武装的倒戈。 美国为了开战寻找理由的行为已经是屡见不鲜, 而且此时此刻。 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以及B-52轰炸机特遣队已经虎视眈眈多时。 梅森号驱逐舰也正塞满战斧巡航导弹马力全开的赶往波斯湾。 美国这一副磨刀霍霍的架势, 不禁让中东周围的国间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打仗可不是小孩过家家, 而俄罗斯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俄外长李亚布科夫于事发后也第一时间表态, 呈这是开战借口。 莫斯科警告各方, 不要对阿曼湾邮轮事件往下结论。 不要试图将此事归咎于伊朗。 该事件并不能用作在紧张局势升级时对伊朗开战的借口, 值得一提的是, 此事也高度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13日的联合国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合作。 阿拉伯国家联盟公开会上表示, 在任何民用船只遭到袭击时, 联合国一直以来持有的都是谴责态度, 但此事必须要尽快查明。 明西各方责任, 因为世界无法承受海湾地区的严重军事对抗。 虽然俄罗斯和联合国已经陆续表态, 但对于美国来说, 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 先把大坏蛋的帽子给伊朗扣上再说。 这样一来无论是制裁还是动物, 都有了合理的借口。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美伊两国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是同水火。 中东的局势也会随之变得动荡不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